第一位是台北戴士良 第二位是舊天使 他們會來跟想說他們怎麼從一開始學習 到現在的工作 我先稍微分享一下 就是我跟這兩位講者其實認識 然後我也曾經在他們的公司工作過 所以就是他們兩個的經濟都蠻特別的 然後就是我覺得 就是大家可能有些人可能還很年輕 然後還不知道要怎麼去找自己的第一份工作 或是有兩樣自己的技能 那他們今天都會分享 然後分享完之後 你們有任何問題都可以提問他們 有的話我們要先來 那個 我們要先去 我先去 那邊 這什麼 現在是 我們要去 那邊 說明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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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說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们这边发生了一点 非技术性的问题 就是 我相信应该还蛮多人 就是过来一天 卡一点点讲 对 然后他 他 趕过来当中 对 所以会我先 先跟大家开始讲 对 那 我确定他等下能不能到 对 他可以 他可以 然后总之他会来 所以等下 大家可以抱我一下 可以抱我一下 对 对 我们这一场呢 我们本来是要跟他一起做两个 应该互相搭配的 不过 看起来 我就先开始 对 大家好 我叫 我本人叫 王士普 那 那 在社群上 叫我天使做 Angel 对 然后 ngel 虽然我自己 有曾经 幻联自己写的ngel 我也写了幻联的 知道 我写过这个 对 对 好 那 呃 我是直接挂了 是不是 要 要 送你 我 我 我先讲一下 为什么 就是 我 我怎么 我怎么说 开始接触 资讯科技 是我 我从不小就开始 写一次 那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上网去看 我的那个 个人的简介 对 我从不小开始 开始写一次 然后 呃 我为什么开始写 这个原因 是因为 那时候有一个 世界上的 我就叫做女威宝贝 然后 他有 呃 呃 女威宝贝 呃 大权 然后里面有一些 怪物的素质啊 什么的 对 然后那时候就是 因为是游戏 我 不让我买个游戏 然后想说好 那我就 那我想要做自己 用的计算机 然后 把那个资料图记录起来 跟我 跟几个朋友 一起用 就是我写人士 然后自己的放出 对 然后 然后就是 越做越到 就是好像 就不然就是 对写人士有兴趣 然后是 发现说 不然就是发现说 我是 对于 解决问题 就是我写人士 为了想要解决问题 然后 然后 会让我觉得很 很开心 这是我 我开始接触一个 城市的 那到了 嗯 到了 到了 国中 就是国中 那时候班上有写的 嗯 叫 就是班上会有 班级的一个网站 然后那时候就 也在帮 不同班级在 整个 那时候也只是 那种 套装的 嗯 像 NSP套装的 网站 然后去 看一些内容 然后看不同的 人版系统 直接把它串起来 看一下 看起来是一个 一个 就是 班级用的 用网站的内容 那 到了 高职开始 我开始去 去写了 我开始 看自己接案 然后 我第一个 嗯 我 我第一个 我第一个 正式在接案的 那个 是在接 陈一的ERP 的信号 然后那时候 其实 就想说 陈一 就想说 执行的是吧 然后接着 我的发现 哇 那个 你所有的那个 会计流程 还有就是附流系统 全部都要搞出去 后来 没人理由 所以我在 我在高职的时候 几乎 三年都在搞这件事情 然后 然后 学到很多 很多教训 就是 所以我们 城市改了很多次 然后 后来就是 就是 有用程 比较开用性 然后让 業者 可以做 就是加速他的一些工作 从 他很多都是 用手 人工房子去做 然后 变成系统的时候 他有帮助到他 就是 校园 速度的部分 让他的优量 可以专注在 他的业务 还有做事情上面 不会一直在 花很多人去做 配合管理的事情 对 然后 大 大学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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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学有做几个打工 就是 校内 或者是 呃 有配合一些 学校会有配合一些厂商 然后去 去做那个 实行的机会 那我基本上就是 大学就是 领那时候 最低实行 然后去 去做像解雷 那时候就是 没有习惯拍檔 然后就开金 拍檔 就是要解决 一个问题是 写爬虫 然后去解决 学校的 就是台科大学校的 专利 专利系统 因为在台湾 专利资料 主要有两个网站 那他们每次要去查 专利资料 需要 分离去两个网站去查询 然后查询 还要提一大的东西 还要什么验证法 然后按下一步 才可以查出 他要 那过程太 太花时间了 所以我们就是 呃 就直接写了一个工具 把资料 爬回来 然后让他做手续 所以我们后来就是 台科大学的专利研究 他们就是有一个程式 可以去做 查询 但是现在应该还可以 看得到 那 呃 接下来就有人做 那个 Android 有一个软件 也就是 我有做过 他只是在大学有学过 呃 作为系统 就是如果 教语文做一个 作为系统 然后 有看了一些 那些软件的东西 然后去 有的时候 一位想说 诶 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就是 那时候 Android 他们起来没几秒 然后大 有蛮多家厂商 就是 也有私人的厂商 在自己想要做 Android 的平板 或是Android的手机 他自己想要卖 主要是大陆那边 外销到大陆 然后 他们会自己 自己去 找厂商去哪一样 然后去和电路 然后会用一些 sensor 就是重力感应器 螺液 这些东西 那你要怎么让这些 硬体的 一些sensor 的资料 就是进到 Linux的Curl 然后并且让 上层的Android 那层的App 他可以去认得这些资讯 那那时候就是 就是 就是 边座就学 然后搞懂 这件事情 对 然后后来也发现说 好像 我自己对这方面 虽然是可以做的 可是没有很有兴趣 就感觉不是 我很想要做的 方向 那 呃 大学毕业之前 有我 我有做一个 和学生的学生 做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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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趣的专案 可能 可能在台 不知道有多少人 有听过 可以举手 可是那个叫Obsdary 逆年日期 对 就是 那个年层其实蛮低的 那 那他其实 呃 假如 假如 逆年日期 逆年聊天大可 我想到 就是 那我们想要做 就是 有品质的逆年聊天 然后去用 或者去筛 筛选 去帮每一个使用者 的对话过程 去做一些给份 我们就知道 就是使用者 就是 他可能是恶意的使用者 呃 对我们来讲是恶意的 就是他不是我们 平台想要 想要的体验 我们就会跟他讲说 所以我们轻易不要 在这种更加事情 不然 会被吸引控缩 然后没关系 有些人就是去换帐 换帐 那我们又可以 然后 他又去加强 那个 后面的 那个 那我们的 找进客机的 程式 韩语也很强 反正就是 有一个这个sign project 然后现在 那边 目前有 有 玩多使用者 就是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上去 就是聊天 基本上 我还遇到蛮多 就是上来共作业 对 就是认罪总 有什么险 然后我们就离开了 然后也没交到女后 直信我们 那天啊 就是 你也没确认说 能得到的答案是对的 好 反正就是上面 就是 有所得分享 因为蛮有趣的 他毕业 他毕业 当完毕业之后 我第一份工作 在做 在电影行业 行业 然后 台湾的波罗营夢 是从 跟日本东宝取得授权 然后在台湾上映 那 日本东宝他们 对于波罗营夢 这个品牌 他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 一个是自己的销售 一个是 文创的方面的 像是 如果你知道 卖 卖 像是说 呃 独爱梦的电子啊 或者 独爱梦的食物 他有分这两块 可是日本他们的 作风 他们不会把这个 全部包给我们的场上 那我们今天 接到的是 在做 电影的这部分 然后那时候 我在这一家 这一家公司 在做什么呢 我在做 写信文稿 然后 对 沈维浩就写信文稿 对 我们要跟记者接触 然后写信文稿 然后 就是要介绍我们 自己的电影 要怎么去推写 以及要怎么去做行销 像是 反正是 宗教动物上面 会有一些公司 会包摩 有一些都会看过 一些电影 或者一些 一些首额 网告的体验 那也是我们去 去 去场子去做的 那我在这边 在做什么 城市设计呢 呃 因为它是我们自己拍的 然后我们 我们要自己跟所有的 电影场商 像是 微移 微秀 然后像是 我们练习的 一些电影场商 要去这样的接洽 就是说 欸你会上我的 把我电影上线 然后大概什么时候 然后一天天集场 再打个两次 Free time 以及韓国总 去做分论 那当然 呃 基本上 我们算很小的公司 然后 基本上都是被抽一半以上走 所以那个 卖账票 假设是200块 然后我们公司 就是还没扣掉成本 就是只能拿到一百 然后在扣掉成本 都没有剩多少 所以 所以会有一些行销预算 想要去 去挖 去 去充那个 观看的使用怎么样 然后 把营收带起来 那 所以接下来 就想到一件事情 那我们可不可以自己卖票 我们就上去找 一些 卖票的一些 网站 那 那 尝试的结果就是 他其实抽成 也抽 也抽了不少 或是他需要 或是他没办法立即 拿到限制 所以 后来就是自己做一个 很简单的网站 然后 然后就让 大家可以上来做 购票的东西 也做了很多的活动 去 让大家可以上 上来的网站去抢票 像是 我过来梦海的商店 你可以来这边抢票 我可以用税佣或者价格 七折卖给你 因为票是我们自己赢的 平安讲 就是票是自己赢的 然后价格也是自己赢的 对 那当然就是希望 把这个利润卡的高一点 然后 让更多人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那时候还做了像是 跟有些 呃 高中还有大学 合作就是 我给你 这个班级就是 全部的 免费你看多安工 那 那相对于是 你要帮我宣传 对 然后 对 那这效果 其实还蛮稍的 那 接下来是 就是 我又做了 啊 再接下来是去做 我给我们创编 他会做的是 可能有些人 不知道加工资 但是 大家有没有听过 呃 有些 偶像剧叫做 呃 我说可以 对 对 在杨承宁 猴之前 呃 在木铁文庄那边 呃 老板是 三立的副总 他叫苏丽美 他写了蛮多的文章 他的虚拟 那我跟着他学习 然后去做文庄方面 的 产业的一些 内容的挥动 然后做 做IP 就是做 就是做 做IP 然后把 把一些 制裁的内容 效率到 像是 裁内的国家 像是韩国 新加坡 马来西亚 然后会有 当地人员的 版本的 都不下去 那为什么比较 亚承宁呢 是因为 在在杨承宁 呃 轰之前 然后就是因为 前面提到那几个 去 然后有帮他 带出一些制度 然后被一些公司 看到 然后就有任何机会 去发展 对 他这下公司 其实 我在那边做 觉得蛮 蛮实创的感觉 因为都是想要去 去做一些 做一些 幕后的回首 然后把一些EP的 創造一些EP的 創造一些EP的 創造一些当典 然后自己写去本 然后自己造 表演 然后自己 自己拍戏 然后自己做行销 做 传统行销 和 和新美女行销 那我在那边主要做的就是 新美女行销 他会有 去养一些粉 粉丝 然后怎么去跟粉丝互动 以及就是我们会需要一些工具 去帮助我们去 行销 去更容易去做行销 像是 大家蛮常应该听到的就是 我线上开直播 然后 你可以跟艺朗互动 互动过程中 回答问题 然后会 线上直接抽奖 或者是 会回馈你给你一些东西 那怎么 确定这个东西 是收到你手上 或者是 怎么抽奖这件事情 跟 线上直播的一些功能 做 做结合 那就是我们在做 认识 那 那 那 我是在 C-Town 认识的 我是 C-Town的第一届 原创判的公关长 他第一届的信用稿有很多 我发了 他后面的信用稿 的处理 我在过那种 对 那 C-Town第一届的讲者 就有点击到 所以我在 弄甜的 那时候在想到 哇 原来这么有的 是因为 之前就是 有 因为我在处理这些事情 然后就 就砍过了 然后 太极了就觉得说 很好聊 然后我们好多人 哪边见过 然后旁边 我旁边同事 Danny 也就是C-Town 讲招 他就跟我讲说 他就是第一届的讲者 然后说 哦 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跟Danny讲说 第一届 第一届 有这么的熟悉 对 那 我最后 想要交讲的东西是 呃 开源的精神 以及 你要如何快速的从Junior 的功课 变成C-Town的事 我认为 你从Junior 变成C-Town 最重要的事情是 你要让你工作 变得更有效率 不外乎 你用一些现成的工具 去帮助你 做到就是 像是你要开一个 Google的机器 然后你要上去点 开一开机器 就要做完 那你今天当你要 开不同的机器 而且很规格都不太一样 但是 你总共开100台 因为你有很多专业要做 那你只有一个人 那你 你觉得 这个是对你来讲 是很有价值的吗 那 这就是去思考 那我那时候思考就是说 诶 你可以给你做 那你可以 可以 可以帮助那些 呃 像我们思考 就会有一些 活动生 高中生 对自己的朋友的认识 但他没有接触 这样的经验 那我说 没关系 这个支付的专案 是我付钱的 我就去玩 帮我把这些弄好 他可以学到自己的 他可以帮助到我 那我也可以 跟他有些 教育会 我也可以再从中学到 就是说 诶 你怎么用这个方法 去做这件事情 我总没想到 可以彼此一程都去做学习 好 OK 好 多多做太多 好 呃 很抱歉 因为我刚才 去个中研院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因为我 你不知道 在大家的时间 我很帅 首先呢 这个是我 9 岁的时候 我第一次接触到的 就是我爸爸 不知道哪里弄了 台8位元电脑 然后 呃 他开机就是 Rome Basic 的环境 然后他就写了 这段研码给我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想对一个9 岁的孩子来说 I 等於I 加一 这件事情 一定很困难 因為我不會把兩邊的愛消掉 然後變成0等於1這樣子 然後我就記得了這段城市嘛 然後當我11歲第一次來台北的時候 看到了 就是我阿姨家的Apple II 好 這電腦 那當然不是這一台啦 我那時候沒有照相 但是就是一台Apple II 就把那一段城市嘛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記得 然後就把它寫出來了 然後 從此以後就踏上這一套 歸路 那當然 呃沒有人玩電腦 不玩遊戲的 而且事實上這才是真正 讓我跟唐陸師的一個 遊戲它叫做 創世紀 事實上剛剛這個畫面也是 這好像是創世紀第三代的樣子 然後這是五代 這是七代 我從第五代玩到第七代 然後那個時候 第五代的時候 是我中一年級的時候 那大家玩遊戲一定會做一件事情 就是 呃 破吉 就是口感它的質料 所以呢 當時就有一個工具叫 PZ2 那 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就是 石榴鏡位嘛 所以 我 從什麼東西都不知道 然後 我不知道我哪裡來的一個 呃 tm 點dat 然後我把他每個byte都改起來看 改完之後再聽遊戲 然後 所以當掉 有時候沒有反應 然後就改到突然 誒 我的等級 下1了 然後我就寫了一份 完整的 破解的 攻略 或者說那個 當時有 軟體資料雜誌 跟 經訊資訊雜誌 所以原本我是要投稿 但後來我沒投出去 我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 後來 國三之後開始 我就想 呃 因為 在書店看到了這幾本書 就是 圖合語言 還有 呃 常駐城市 就是那個時候dose的年代 你可以寫這層次跑在記憶體裡面 然後他去檢控 後來 呃 熊中的一個 算學長嘛 他寫了一個叫Gamebot 我想有一些老玩家可能有玩過 所以 算是從那時候開啟了 就是 呃 我想越來越了解 城市到底是怎麼回事 他背後的運作原理是什麼 機械嘛 還有 實際上他的 電腦的架構 那也差不多是國三的時候呢 呃 那應該是一九九 九 九零年 九一年那個時候吧 呃 開始有了 我剛 剛好一個 鄰居的哥哥 還有一台這個 1200BPS的 1.2K 就是0.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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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1 2 MAY 這樣的一個 呃 這叫數據機 就是上網的 設備 那所以那個時候我們 就是 呃 常常我就握在他家 然後聽到那個 電話撥號 好 上線 然後接下來就可以 呃 很慢速很龜速的在VBS上面 跟大家互動 那時候傳一個檔案 大概要 因為 呃 BBS我們在比東 所以 BBS很多都在高雄 或是台北 所以都是打 這個 長谷電話 他那個電話費其實還蠻貴的 呃 所以後來上了大學以後 呃 一開始台大的 電影風情 就是 呃 計算機中心的 BBS 那我們一開始就在上面玩 那已經算是一個很 相較於前面我說這個用 用這個磨電 上BBS來講已經是一個 一個很好的體驗了 因為那時候已經是 呃 10Mbps的 同舟電燃 但是呢 後來就覺得我們的學校 玩了很多 然後機中 呃 基本上你要他 呃 呃 其實那什麼功能那些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呢 我就嫁了我的BBS 那 這個 我的BBS叫 陽光沙灘 為什麼叫陽光沙灘 因為 他的 原 他的英文叫 Son of Be 發音要成 對 那為什麼要 這樣子呢 因為 那個年代大家想像一下 好 沒有跟 沒有 沒有 沒有W 沒有W 所以在那樣的一個年代 呃 BBS是跑在 Linux很 Linux很新啊 那時候是 Slackware而已 那 比較成熟的 歐位置叫 FreeBSD FreeBSD這個東西在台灣基本上 呃 大概就只有一些老骨灰 我不知道怎麼用 所以 在那個環境下 你知道 光滑 光滑通常自一組的電腦 然後呢 要能夠把FreeBSD跑起來 這件事情有多困難 那為了要達成這件事情呢 我得去把 386BSD版 從頭到尾掃過一遍 然後再去 再去出來一次這樣子 所以 呃 一邊裝我就一邊在念 Son of Beach Son of Beach 這樣就來了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跟OpenSource有一個非常直接的關聯 就是 我的版本 上到B 是從 清大的通宵驛站 好 這個版本來的 那 如果當年沒有 開放原始末 這樣的一個運動的話 所有後面的這些事情都不會發生 所以 直到現在你還是可以從PDP的那個 Github的 Ancestry 這邊可以看到這個關聯 然後一個有趣的事情是呢 這些人 這卡一人是我 而 X Shadow 他就是 陳森韋 現在台灣AI學校的校長 大一的時候就認識 然後呢 PDP錄一錦 AI Charlie L 林軒田老師 然後 很有趣的就是當年 我們都是 因為這樣的一個OpenSource運動 給了我們一個這樣的發揮的舞台 而到今天我們人安塞生產業場 好所以 我很直接的 公開的跟大家講 因為今天的主題是職業 所以我就告訴你 我的薪水是多少錢 我大一的時候在 台大學全球面前研究中研員的單位 那時候當網管 這是一個 非常大的 一個 Privilege 因為 當大家都還在用Dialup 後來有MDSL的時候 我直接是用的是有IT 192 140.12開頭的IT 然後一條 10Mbps的那個通修電腦 然後 還有同時 我還接觸到了蠻多那個 像SUN OS 那是很早期的 那種 Workstation的主機 然後到了在 HP台灣 開發的是 磁器醫院的 醫療管理系統 那是一個3000萬的案子 但是到最後 HP他們花了將近6000萬 的成本 然後才可 我吃那個Dial 但對一個 我是一個最小咖 就是一個打工的設計師 但我接觸到的是一個 呃 光是藥品 資料庫就有10萬筆資料 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機會 那時候我還大二 而我資料庫 那一門課是大三才修的 所以當我上資料庫那門課的時候 我其實比在座 所有的同學 甚至比老師都還要熟 所以 雖然我只有0.1萬 那也因為這樣的話 我大四的時候 那時候 我已經申請上了研究所 所以我就直接到 現在的校 叫PKBOX 以前叫做 他曾經有好幾個名字 EIMG SKYSALP 所以他配過很多次 那當時的產品就是PKCP 而因為我已經是一個BDS的 你可以說叫我大大 所以我是一個 因為水球是我做的 所以呢 當時我直接被 我是被研攬去的 我原本是 他們其中有員工的 弟弟的 家教老師 然後聽說我是BDS的 創造者 就直接被找去 然後我騎金是3萬塊 當時我打死 所以我懷念上課 我晚上去工作 然後從那邊 包含研究所的時間都在 直到我畢業的時候 我的薪水是5萬塊 我的胎肉是 專精 後來呢 因為我要當帝 所以我去了 台南 那我在中華電信的話 其實也是負責 還蠻大型的專 那個 環保署的 汽機車回收管理系統 這是一個 中央 環保署的一個專案 他 一年的費用是800萬 然後所以我的薪水呢 賬面上是4萬6到 後來 離開的時候是6萬3 但實際上一個月是 一年是16.5個月 所以我的年紀其實已經 100萬 那同時間呢 我又在打工 就接了很多的專案 所以 這個 恩擔是100萬 所以我 這是大概我30歲以前 那 這些都還不算是正式的工作 但是 其實 這些東西都是我的經歷 我30歲以後真正開始全職的工作 第一個是中華特技 也是 被挖角去的 因為 他們就是我 做專案的公司 然後那間公司 技術總金要回美國去了 所以我要去接下 他整個爛攤子 從服務道由成建起來 所以 月薪15萬 後來在VICHI是一家 新創公司做第三方支付 而 雖然它是一家新創 但是 基本上 新創要搶人 也是負得起的 所以我月薪20萬 但是後來新創 因為月薪20萬 所以燒很快 所以燒完了 只好去想辦法賺錢 我後來在台灣雅虎的話 等一下 我後來在台灣雅虎 它其實是賺美金的年薪 所以 賺起來換一個月薪車的主管 為什麼要寫這些東西呢 當然最後還有一個 就是 後來我自己當老闆 所以一個月是 燒自己的錢 大概 一個月要燒10萬塊錢 因為員工的薪水 你要自己 自己做 但為什麼要講這個東西 我相信很多人都很有興趣 想要知道說 你畢業之後要怎麼樣找工作 其實我給大家最好的建議是 不要畢業再找工作 因為你畢業就要找工作 你就沒有退路 而第一份工作的好壞 事實上對你的未來的 路要走的很長遠的影響 是非常大的 所以最好你可以在學 學生時代 已經經歷過很多的 各種的實習 或是跟著一些創業公司去 去 學習成長 那 不要去計較 薪水 我甚至跟我現在的 跟著我在學的學生講說 你最好不要拿薪水 為什麼 因為 你不拿薪水 你就沒有責任 那你就是自由的 所以你今天想去台大聽課 你今天想去參加哪個活動 你都是自由的 你拿了薪水之後 吃上那是一個 利益 或者說責任的交換 對 所以不要去在意你 早期的薪水 因為你看後面的數字 你就知道 你變 早一天能夠達到那個level 你領的薪水 就是以前的 幾十倍 這也是為什麼 我自己的薪水 我不想開那麼高 因為我覺得薪水太高 責任太大 我不能做一些 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像我要辦 自己看我都是卡額的 那個燒掉的時間 就是 基本上就是 在 我 也在理工事的情況 然後其實 應該是 沒什麼在工作 有些事 這段時間沒什麼 但老闆OK 因為我把他最急的是 你們做掉 他有 這只是理解的話 就是 因為我自己本人很懶 然後 所以想要去寫 粉絲去幫我 改善這件事情 然後我懶到 那個自己的網址 那個已經到錢了 我忘記購買 現在變成 那個大陸 不知道哪一個 投入站的網站 我自己都買了 PIO 我們還有多少聲音 十分鐘 很快公訴一次 就是 這張圖是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為什麼 Steve Jobs 是他 為什麼 Phil Jobs 他 他們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 當他們上大學的那個時候 就是 N2P發明的PC 啊 不是 的 訪問 對不對 發明PC那個時候 所以 同樣的 我上大學的時候 就是台灣開始 部件 校園網路的時候 我們就是 身在那個年代 就 天生應該要做這件事情的 而 這件事情要追溯到一個 我說 我們現在還是要回歸到 就是Coast Cow的場子 所以 我們說這件事情到底 多重要 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我要講這一個人 他叫Richard Matthew Stolman 好就是 在台大旁邊 公館那邊 我看他的合照 因為他上次來台灣演講的時候 住在我家住了三天 所以我跟他 其實近距離 就這麼近的距離 不動了三天 那從他身上學到 很多那麼多東西 那學到什麼東西呢 這是 扣的 扣的 什麼叫做扣的 我們都知道扣的叫城市碼 但是 英文扣的這個字 原來不是城市碼的意思 它本來是法條的意思 那 它到底什麼意思呢 就是 人類社會 如果未來 有一天 大家可以想想 如果 我們現在還是人質的社會 我們所有的法律 必須你要上法院 要提出控告 然後用法官執行 還要有警察 要有軍隊 它才有執行的效益 但這件事情 想像未來 如果有一天 它是 不需要人來治理的話 那它會是什麼 它當然是 軟體 它當然會是城市 這件事情到底要怎麼實現 事實上 就是當年 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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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len 它提出了 所謂自由軟體 Free Software 這樣一個概念 這個大概是 1980幾年的時候的事情 1970還1980年的時候的事情 它的概念就是這樣 軟體這個東西 它應該是為了自由而服務 那Free不是免費 是自由的意思 所以 軟體如果是自由的 它才能夠去 讓人們 去依賴它 來運作我們的 國家系統 所以 因為Free Software 有這樣的一個運動 它帶起了 Open Source 這個運動 當然 它們兩個 兩個陣營也有點 不是很合 或是說 RMS 大概只有它自己一個人 它甚至自己做到什麼程度呢 這台是RMS的電腦 這台電腦是完全客製化的硬體 它不是我們平常 市面上可以買到的 而它的硬體全部受分手 為什麼呢 因為它要確保 所有的東西都是 它可以去驗證的 那為什麼它要做到這個程度呢 因為當年它提出了 Free Software 這個運動以後 它就開始可以 美國政府監控 這是真的 因為 這是會面負國家的 一件事情 那美國政府 對它的監控呢 讓它 從此以後 它只要能夠使用它的ID 就不使用 這也是為什麼它不願意去駐旅館 因為駐旅館比較難不太好 它除了坐飛機之外 能夠使用就不使用 它連 smartphone 都沒有 然後 Facebook 帳號什麼都沒有 當然這是一個極端的案例 但是 它在 demonstrate 一種 它可以完全不受政府監控控 生活的可能性 而這件事情難道 聽起來好像很虛幻 但是它事實上 很多人 是相信的 這位叫 Richard Garriott 然後 他們的公司叫 Origin 他就是我 剛剛 最前面秀的那個 Automa那個遊戲 從世紀這個遊戲的 創造的公司 他們的slogan叫 We create worlds 我們在創造世界 而 Richard Garriott 跟 Wing Commander 另外一個 飛行模擬遊戲 的作者 Chris Roberts 他們現在正在開發 或是說 他們已經在進行 一個 一個很大成的計劃 要創造一個 線上的軍營世界 而你是可以活在裡面 你可以在裡面工作 賺錢 然後 你不需要在 就是 現實社會 你還是可以活得下去 所以這件事情到底有什麼觀念呢 這是其實跟科技的演變 有直接的觀念 就是從1980年 它是一個 centralized 的 就是所有的系統都是集中的 而到 2000年 我們講的是分散式運算 後來包含後面的 這些雲端的服務 而到今天 我們的科技跟網路的平凡 終於可以做到一件事情 叫做 decentralized 這件事情的影響就是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PTT 我們是一台主機 一台很貴的主機 但大家覺得 PTT 它是中心化還是 去中心化的 如果它以一個媒體的角色 來想像的話 我可以這樣講說 它是用中心化的技術 去實現一個 去中心化的媒體 那大家可以想像 Wikipedia是不是也是這樣 好 它也是一台主機 但是說的content 都是users contribute 所以就像今天香港 的 反戰中的運動 它是一個國大台的 意思是說 我沒有中心的領導人 這件事情都是 它是從 當年 從自由軟體運動 到開放原始碼 它事實上是一個 改變世界 在創造新的社會的一個過程 所以 也帶來了 所謂的blockchain 這樣的一個技術 這邊我就跳過了 這邊就跳過了 我覺得 在未來世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其實是 我目前認為最重要的事情 其實是 所謂的smart contract 這個東西也就是 李神 在他19歲的時候 又一次 19歲 這時候提出來 因為他活在 他19歲上大學這個年紀 就活在區塊鏈這個時代 所以 他提出來這個 idea 之後 就全世界 大家都 都看到了 這樣的可能 未來的可能性 所以當然 因為現在的 transaction time 還很久 如果明年 原來有點 你可以 有比較好的block time 的話 區塊鏈 還有 智能合約的利用 這大家一定要去注意的 而且這絕對會是 你們現在這個年代 最重要的技術 它會徹底的顛覆國家 跟 我們的社會 所以 大概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因為今天 時間的關係 就是 只有一個問題 然後有人有問題嗎 好 三個 三個 有人有任何問題嗎 我覺得 寫成是 給你的一些思維上的影響嗎 我覺得它會 很自然而然的 讓我用很 極度的理性 而且邏輯的方式 在思考問題 不會是 容易 陷入一些 情緒 或一起 形態的思考 因為如果有問題 如果有問題的話 就可以送這個 C-Con 的鑰匙 然後大家先 問其他的問題 先去送鑰匙 還有誰有問題嗎 你覺得什麼樣的環境是值得讓你不拿薪水也很可疑待的環境 到底是什麼樣的環境 你丟掉 我現在在香港這個團隊 我覺得 大家 健康朋友 都想要 想要努力把一件事做好 所以 即便在公司 有 階級的事 但其實 平常就是 就是 水質有碼 我覺得你的樣子做不好 所以應該怎樣做 那這樣的 這樣的團隊 我覺得 非常喜歡 這是我想要的 而且我覺得 裡面有非常多的 很厲害的 厲害的人 還包含了 那叫順風集團的 CTO 也在裡面 所以 所以跟這樣的人 接觸合作 我覺得 我覺得我學到了東西 我願意用很低的 心水 就是補金水 只好我要跟我補金水 對 然後 加入這團隊 然後 努力一起把這自己做回去 我覺得 機會才是最有價值的東西 那什麼東西叫機會呢 比方說 我覺得現在 教育很糟糕一點 就是 你可能要 花國中三年 考高中 高中三年 考大學 然後大學四年之後 再考研究所的時候 你才有可能 機會進到一個 然後真正去接觸到一些真實的題目 或是 搞不好 都還沒接觸 接觸不到題目 然後畢業之後 找工作才找得到 那 這個過程實在太漫長 而 這其實 並不符合邏輯 我認為 今天任何 比方說 國小畢業成 十幾歲 因為 我們很多朋友 包含我自己 包含像唐通 包含 TonyQ 我們都是 大概十一歲 包含他也在那 都是十一歲左右 開始結束電腦的 所以 我們 那個年紀就可以去理解 比方說 什麼叫程式的邏輯 什麼叫模組 什麼叫AI 而我現在真的就在帶這些 國中生 十三十四歲 在做AI的題目 而且當時我們用的是 永恒金控的交易資料 這些是連Appear 明確連他們都拿不到的資料 所以 他們沒有跟我 拿薪水 因為這是 他們絕地生 絕對難得的一個機會 再問一下 這個 我就會推薦 然後這個就交給你來講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 Ccom的 演繪的 Facebook 或是YouTube 我們最近 最近才 辦完的 夏令 選擇 基本進行的夏令 然後有 大概十分鐘的影片 連一層 有國中生 然後但是基本上都是 高中生 這樣子 國中到大學 然後 在一邊學到很多 很多 很多很多的東西 怎麼說 上Facebook的 本傳就看到一些 我們學員的一些 一些心得的分享 然後有一點 寫超微信的 拿出來 寫完 對 然後 裡面學到很多技術的東西 然後 然後去 去了解到 像 最簡單的 像 Info使用 OpenSource的精神 簡單的 東西 以及 我們 我自己面是很 喜歡問的問題 我們打開一個 游覽器 蘇利用網子安 可能是過程中 發生了什麼事情 這是技術含量可以恆生 然後 來聽的人 其實他們都 會有獲得 這樣的資訊和訊息 有助於幫他們去思考 說 我現在有哪些 的工具可以使用 然後可以拿來做什麼 然後在11號學生 計畫技能 或者夏令人 用一些故事 去帶出 活動 帶出技術 其實 就是 你會 真正的 就是我 真正要解決一個問題 那我可以用哪些 那些人工具去解決這個問題 然後大家都學得很快 然後 也很熱情就是 在裡面做互動 可以看一下影片 然後以及 大家的一些心得分享 最重要的就是 參加那樣的活動 都會認識 像Danny啊 Angelo啊 我啊 湯鳳啊 這些 我也是參加活動 跟他們這樣 看著誰 對 那最後一個問題 因為還有一個要示範 有人幫你 人家會幫你 到我們幫你 想請問一下 因為我們反正的 甚至有其他問題 那如果 因為我最近做到 我覺得 從這種 沒有問題 所以 交流 沒有 然後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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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那會覺得說 好像 現在出來學 什麼東西 然後 如果我們比較有 一起 那為什麼 你會 做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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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個是難免的 就是在職場上面 因為公司為了要營運要生存 他有些時候就必須做的 不是那麼理想化的一些事情 但是如果你行有餘力的話 就想你今天會來這邊 那其實有許多的 我們所持的專案堂叫比利尼亞 其實這些都可以去參與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認為這個比較早的一個過程 然後每一個人都一生可能都會經歷過好幾次 如果下次有機會演講來找自己 找自己這個題目的話 我大概可以講五個故事這樣 因為它就是不斷的一個階段這樣 所以一至四打完之後就是二之一這樣 所以你會慢慢的就是 透過你可以利用群眾 利用社群還有open source 這樣的一個這樣的平台 可以很快速的加速你這個找自己的過程 那我覺得最重要其實還是熱情 不要去思考說待遇啊或什麼 基本上錢真的夠用就好 可是你要把你自己的價值做高 做高之後你的機會 你的路就會更高 最後可以分享一些就是 我自己本身到大學畢業 我才知道我可能對哪些東西有興趣 對 那我以為我一台人會喜歡寫寫的事 後來發現不是 因為我發現說我一整天沒寫的事 接下來下一年就開始寫了 好像也沒什麼太大的差別 好像那種好像不是我最熱神的東西 我後來慢慢去找到說 像我做了這麼多不一樣的工作類型 然後還跑去做便宜 然後還去寫新聞稿 還跑去當 就是太好別重難的活動 對 然後後來發現說 應該我喜歡的是幾個問題 然後你從中去找到做一些不同的 你不討厭的事情 你不討厭的事情 你都去嘗試看看 然後當然在這個期間就是 你要有一個基本的薪水可以過 狀況之下 去嘗試看看 給自己一些時間 其實要最重要的是 你要給自己一些空白時間 他有完時間去嘗試 去接觸像參加不同的活動和社群 去接觸不同的人 去看他們的想法 然後 然後這個有進去 你就去試試看 然後慢慢你要發現說 好像自己的特質是什麼 因為 因為人如果 你沒有跟人家交流 你可能不知道 原來你在哪個地方 是 是 別人覺得很重要 你的特質可以自己的發現到 對 謝謝 就是因為活動的關係 等一下要馬上下一場 然後他們兩個的話 等一下就你們再去外面的話 再慢慢問這樣 那什麼問題都可以問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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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歡迎一次過時來分享 前面多了自己的養殖事物 與開源的故事來介紹給我們 請大家掌聲歡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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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先稍微考慮一下 再來做各位有多少人是 前端工程師 喔 還蠻多了 OKOK 好 所以不是前端工程師的來 你這場你其實是 是想先問一下 一場站位置嗎 還是 要前端 就是平常還是會寫到 交到水分之類的東西嗎 OKOK 好,那因為早上我在第一場Line跟Kino的時候 就是兩者有問說,有誰請問 結果我一看整個會長只有問題,所以有點尷尬 好,那這場的主題呢 是前端工程師的養成之路與台語工具 那其實一開始我說到這個題目的時候 其實我是覺得有點尷尬 因為我是怎麼成為前端工程師 大家如果說,因為大家其實現場大概有一半左右的事情 那各位應該會知道,其實我剛入行的時候 其實寫HB跟Java的 那時候其實還沒有什麼前端跟後端 前端跟後端這個領域其實還很細編,比較容易遇到 所以那團隊的大家都不太會寫CNS跟Java script 那剛好這兩個技能我變得比較高 所以我就變成前端工程師了 那時候其實蠻尷尬就是 其實因為早期嘛,早期大概 我大概是2007、08年那時候入行的 那時候其實台灣也沒有什麼所謂的前端或端 都是前端啦,就是網頁開發 對,所以我就想說,好,那我們就把螢幕稍微改一下 可是前端語太遠 對,但是我還是會稍微講一下 因為畢竟我們這個是直騙鬼嘛 那反正,對啊,因為我看一下其他鬼都因為有兩個人在講 那我一個,反正我有50分鐘,慢慢來大家聊 好,那這個是我的做介紹 那Cort Cover 今年我已經算是第三次來到獎者了啦 那過去我也有參加過幾次的這個會中的經驗 那我平常在社群,如果大家比較熟悉的話 是ViewMJ,是台灣社群 我是社群的主辦人 那這個社群其實一開始是2015年年底吧 那時候其實這個社群並不是我拍的 然後我只是剛好在這個社群的第一場活動 擔任了獎者 對,然後就反正知名就打開了 那個時候其實 因為大家一開始都不太知道什麼ViewMJ 大家可能比較早期會知道Thank You了 然後會知道Reader ViewMJ大概是什麼時候開始 大概是2016年開始吧,我想 那時候什麼Reader的老爸的官員就說 啊,我們要把ViewMJ列入我們的 XRT那個開發工具包裡面 然後這個時候就打起知名度 好,反正就是後話 那,總而言之 原本這一個社群的主持人 那後來他跑去寫ViewMJ了 他就問我說 欸,那這個社群你要不要接下來 我說,哇,好啊 那你去寫ViewMJ拜拜 這樣子 那你社群就會Hold著這個設計到現在 好,那 什麼是前端 剛剛我們講過嘛 前端其實跟其他的這個軟體領域來講 他是一個相對形的 相對形的軟體領域 你會看到說,欸我今天 這個是我昨天 這張簡報我就在做了 這是我昨天在這個GoGoTrain裡面 這個拍下來的這張图片 你會發現到說,欸其實在20這個 2010年之前 所謂的前端 其實是沒有什麼人知道他在做什麼 因為那個時候的所謂的這個軟體 應該說是網頁的開發 他們其實沒有這麼強的分界 那我認為這個東西 前端會崛起跟我們網頁的這個歷史 發展的歷史也有相關 這等一下我們會提到 OK,那以廚房設計水桃來講 設計師他決定了水龍頭的樣式跟位置 然後前端的讓就是安裝 按照設計師的這個設計 我們就去安裝了這個水管 那後端工程師做什麼事情 他就是固執讓水管有水沒出來 這個我相信各位如果已經是前端工程師的 各位平常的工作大概就像這個樣子 那各位平常吃飯的工具是什麼 HTL、CSS跟Java School 所以各位平常做的事情 就是原資碼裡面看到的自己吧 所以我就可以大膽的假設一下 其實我相信在場就有人比我還開業 應該給自己一個掌聲 這個時候 不管你今天想不想開業 人家user看到 按右鍵原資碼 最可以看到你的收拾夠 好 但是 前端也是有一件痕 相信各位前端工程師 平常應該都 應該多少有看過的這樣嗎 從入門到放棄 你六個月又要重新入門這樣 因為變動太快 所以我們後來就問題文件了 好 那我們從頭開始講 前端這東西到底是怎麼出來的 好 這個是這個1994年微軟的第一個網頁 微軟的第一個網頁 那在那個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 這網頁是長的一個樣子 還有什麼紅北基時代 我相信 如果跟我差不多年紀的 應該有年紀公平的年代 那個時候其實 在那個時期的所有的網頁 它就只是一個給你家看的文件 然後我裡面可以放一些圖片 那圖片也許有些會放什麼 Gip當 然後我有什麼New Hard燈燈燈燈燈燈 再後來會有分析一點 或什麼討馬燈 之類的東西 那不管怎麼講 就是反正你做那些 Bringway的東西 那這個時期的網頁 它就是一個 你要展示某個文件 用的一個媒介而已 它並不像現在這麼強大 它就只是 就是這些文道 那在當時其實 到後來 開始 其實在 剛剛那個是1994點 那我們再把時間 往後再看幾點 在那個時候 其實主要是什麼 CGI PHP ASP之類的 其實都是以後端為主的開發 那在那個時期 為什麼前端 或者說 為什麼沒有前端 這樣子專精的發展 我認為跟 這兩個限制有關係 一個是網路速度的限制 一個是中端效能 就是我們 剛才端的這個 電腦的效能 其實並不是那麼的好 就是說 其實網路速度的限制 代表什麼 代表說我今天 我點一下 然後剛才那個 前面的那位講者也說到 以前的這個數據機 它非常非常的慢 例如說我今天點一下 然後我要 我要切到下一頁的時候 我可能要等幾秒 我可能要等十幾秒 才會看到這樣子 下一頁的內容出來 那第二個是什麼 第二個是我們的 一般的這個PC電腦 它並沒有太強大 甚至說我們的瀏覽器 它並沒有提供這麼強大的功能 那前端 或者說網路開發者 其實在這個地方 變身就會有一些受限 OK 也是因為上面那兩個關係 所以就會造成了 瀏覽器廠商 它其實 當初 其實我沒有講到的是 Ie跟Nescape 剛早期在第一次 這個瀏覽器大戰結束之後 這個時候 Ie5獲得了這個 重大勝利 所以它勢戰取得超高 那這個時候 Ie就講說 那時候網路開發者就說 那我勢戰超高 所以 我就擺爛啊 對不對 反正 這是你們也只能用我的嗎 對不對 那瀏覽器廠商就無力分析 因為沒有競爭對手 所以 所以在那個時期 加斯克的標準 或者說 我們說 Eckermask的標準 甚至 停滯了十年之久 停滯了十年之久 從ES3 ES3是1999年 被避出來的 然後到 ES4後來被避掉了 那是另外一段故事 然後到下一個版本 正式出來了 ES5 Eckermask的5 其實是在2009年 被避出來的 那在這十年之間 我們幾乎可以說 前端的歷史 前端的這個 標準 它是完全沒體制 那中間會有什麼 中間會有一些 Fresh 的這個Cellar Line 之類的東西 出來 當作機改變 但是後來被 假如是 大碟化掉之後 就繼續這樣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的前端 其實很尷尬 這個時間點的前端 其實並沒有所謂的價格存在 因為怎麼樣 我們頂多 就是什麼 就是盡量把畫面 做到太多亮亮而已 就像這個 欸這個我不知道 有多少人看過 有看過 可以舉個手嗎 喔 過度的年紀太好了 這樣 我比較放心 我並不孤單 這是現在這個樣子 所以以往 加持會是誰在寫的 以往其實是後 應該說是 就是我們所謂以前的前端工的石碼 也就是所謂的後端那以前的 那以前的設計師 頂多就怎麼樣 頂多就幫你出一個 把他的這個設計 搞變成 那厲害一點的 可能會寫一點點CSS 然後就把這一份 這一個 靜臺檔交給後端來套的嘛 那這些 加持人正的動態啊 比如說 表達演證這些 幾乎都是後端來做的 就是做後端來做的 所以前端的價值 而且一直被忽略 前端的價值 一直被忽略 超級被忽略 好 那接下來 我們要談一下 那後來前端 這個產業 是怎麼樣決心的 首先 第一個重點 是CSS的出現 這個網站 我不知道我多少人看過 Langarden 這也有點年紀了啦 這個Langarden這個網站 他其實當初就是 他其實 HTML就是固定一份而已 然後如果你有去看他的網站的話 你就看到了說 就是他的這一個 右邊這邊 為什麼有連接太好 印一下給他看 好你會看到他這邊下面 其實有蠻多的作品 然後你頂進去之後啊 不可以說 有到 這個 這個 你會發現到 他裡面的HTML HTML的結構跟內容 其實是一模一樣 他只會 如果換了CSS 就做到 把整個網站 打到 就是 他總發到不認識 你就發現 其實裡面的內容跟結構 如果你按右鍵原始碼的話 你就發現 他的HTML的這個內容跟結構 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他唯一不一樣是什麼 唯一不一樣是CSS OK 好這個網站在當時 我剛入行的時候 其實給我滿大的啟發 就是說 其實前端 它可以透過怎麼樣 它可以透過一個 它可以透過一個 它可以透過你把 HTML跟CSS 還有JSQ 拆分得很乾淨的時候 其實你的網頁是有 非常非常大的彈性 非常非常大的彈性 然後這個時候 我們網頁也開始注意到什麼 注意到使用者的地點 再來是第二個轉變 網頁從早期的文章給人看 到變成後來的應用程式給人用 什麼意思 在2004年的時候 Gmail那時候很空出世 在這之前 其實都還只是 就是我們對於網頁分析 就是 今天就是按摩按摩按鈕 其他一下頁 或摩鈴其他一下頁 它是頁 每一頁跟每一頁 是獨立的存在 是獨立的存在 那Gmail的誕生 它讓所有的開發者 發現到 喔原來我可以透過什麼 我可以透過JSQ 去拿到 後輪庫白的資料 也就是我們那時候說的JS 那時候JS紅的程度 大概就跟現在出發率 差不多紅了 對 那現在JS大概 大家就想說 反正也隔壁阿嬤都會用了 所以就沒用 但那個時候 的確是一個非常猛的技術 這樣 它可以透過我們 它可以透過Pro1EA的情況之下 然後去跟後輪要裝資料 然後 做不到 即時的更新 即時的更新 那這個時候開發指定又會到一件事情 那所以 我的網頁 是不是可以開始做一些應用程式的東西 這個時候 你的網頁 就再也不是像我們過去 只是怎麼樣 只是給人看我們的 而是我可以開始考慮 來開始做應用程式 所以 所以 HLS的代表聲音 也間接引起 這個前後端分離 這個概念 前後端分離 那我今天 前端 它把 HL跟DNS 叫作固好 然後後端呢 專心 出資料 專心提供ADI 這個時候 我們前後端 其實可以先非常乾淨 可以先放乾淨 好 那 到這個時期為止 你會發現 欸 前端稍微的比重 比過去 已經都多了一點點 那在2009年之後 欸 又發生了另外一件事情 應該就是2007 2008的時候 iPhone出來了 所以 形狀裝置的覺醒 是前端轉變的 另外一個 重要的 OK 對 因為智慧型手機的出現 所以呢 過去我們 所做的網頁 都只在電腦上面看 都只在電腦上面看 那 因為智慧型手機的出現 所以呢 欸 這個時候就會有需求 就有需求 所以 以往網頁都只是後端在做 這個時候 前端終於發現到說 欸 終於有一件事情 是後端做不了的 還怎麼樣 因為RWB後端更不會用 後端更不會用 這個時候 欸 前端開始 展現它的價值存在 然後 那個時候 我相信有很多 老闆就會想說 欸 大哥 我到底是要做成Mobile Web 還是要做成原生的App 我相信 那個時候 有非常多的論證 包括我 在這個 在SDC 2012年的時候 我還很清楚 記得那一年我講的是 雖然現在為什麼在用 上面是 我現在叫Portoba 現在叫Portoba 現在叫Portoba 那個時候 封告人很喜歡 可以拿來跟另外一個框架 來做比較 照台給你 我們不知道有多少人 訂過喔 這兩個呢 都是 這兩個其實都是怎麼樣 就是你可以透露過這一個 呃 前端的技術 然後呢 最後產生一個原生的App 入生的App 怎樣 那我們今天其實主題 一定要講這個 直接講說 當年發生了一些 當年有這樣子的比較 他就講說 欸 那Mobile Web跟Mobile App App當然有他的好處 比如說他可以 多取到一些原生的API 啊 然後可以做一些 離線的應用等等的喔 那 我可不可以拿我的 這個網頁開發的好處 然後拿來做App 在那個時候就發展 像這樣子的東西 那甚至像現在也有所謂的 這個 LeredNet Cuba 和NetUp Script 等等的 那這個都是 順著那個脈絡下來發展的 這樣 好 再來 同樣是2009年 喔 那個時候發生了好多的事情 當教導師會 開始拖延的軟器 看到這一行 大概就會知道 我要講什麼 我要講的是 Nobalize OK 當教導師會 通理浏覽器之後 開始 前端開始可以做的事情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這個時候的前端 其實應該說 在這個 弄得出來之前的前端 其實有點尷尬 為什麼 因為在那個時候之前 所謂的這一個 因為你要抓前後端分離嘛 可是偏偏那些 後端 比如說PHP的那些框架 那所以還沒有什麼老闆 比如說 我記得 比耀生的應該是什麼 KickPHP啊 等等的 這些 或者是Smarty 這些 所謂的PHP的框架 它的 X-TML 是放在哪裡 是放在後端的 所以你要說 在那個時間點 你要做到前後端分離 其實很難拆得乾淨 很難拆得乾淨 這個時候其實有點尷尬 我今天 貼出來一份 這個 X-TML 這個 X-TML 我今天做完 這個進它頁面之後 那後端要怎麼樣 去使用它 是後端套 還是前端套 如果是前端套 前端是不是要去取一些 後端的語法 等等的 那在NodeJS出來之後 潛燈 中文有能力 可以掌握自己的能力 那個時候 就變成是 其實你會發現到 我們在網站上面 其實有NodeJS去提供什麼 去提供這個 網頁伺服器的服務 然後 後端 它變成什麼 它變成純資料的提供者 它變成純資料的提供者 OK 再之後呢 除了網頁 裡面的應用之外 我們的JS-TML 也可以開始做一些什麼 周邊應用程式 比如說 你可以用AirTrop 或者是 這個以前 叫做 NodeWorld-T 現在叫NW.JS 這兩個 框架都是用來 你可以用這個JS-TML 跟網頁的技術 來開發我們的 周邊應用程式 所以你會發現 到這個時間點之後 我們前端 可以做的東西 已經比較越多了 已經比較越多了 好 那 前端的能力變大了之後呢 這個時候的前端 就會開始怎麼樣 開始像其他語言 或者是其他的社群 會開始去把一些 所謂他們在前端開發的一些 覺得不爽的地方 用的不爽的地方 開始做改進了 所以首先我們先看到 神次語言的部分 SaaS 我相信各位前端 應該都有用過這個東西 SaaS一開始出來 是怎麼出來的 是從Ruby社群裡面 所以你會看到 它早期的 這是早期的Logo 你會有一種寶石在那邊 它是從Ruby社群出來的 它是從Ruby社群出來的 Ruby社群他覺得 這CSA怎麼這麼難用 就它也沒有變數啊 然後那個 潮狀那時候 或者是Function Missing這些概念 通通都沒有 CSA本身是沒有那些東西的 然後這個時候 SaaS它首先推出來 為了解決這些事情 相信現在已經成為各位 前端這個 平常吃飯的工具了嘛 所以就 用了手握鏡的槍 跟二水腰的東西這樣 所以在那個時間點 是由Ruby社群所提供的 它為了增強 所謂的CSS 有不足 那是有呢 而且有更 早期有這個 HANL 這個也是從Ruby社群出來的 可見這個Ruby社群 其實對前端有一些 蠻大的不滿的 那你會發現到 其實 左邊這個ERV 它是這個 Ruby的這個 它這個模板的 引擎 模板的引擎 那可以用 右邊就是這個 HANL的這一個 格式來寫 你會發現 它就少了一些PEG 少了一些PEG 那像這樣子的樣板引擎 後來 進化成這個PEG化的 以前叫J 我相信 現在在場可能 大家也有多少 有一些朋友有在用 這樣 平常用來做 工作的 開發這樣 那再來 Coppy Screen 又是Ruby社群出來的 Coppy Screen Coppy Screen 因為基本上它 大概從這個 Hoskel跟Ruby 的這個 漁板裡面 漁了相當多的特性 如果你有用過的話 相信 可能現在用的人 不是那麼多 在大概 我記得這個東西出來 比較流行的時候 大概是2012年13年 就是時候 那個時候比較流行 這樣 那當然大家知道 就是寫膠的時候 會有一些不爽 反正遇到一些奇怪的特性 對 那這個時候 Coppy Screen 就出來 那當然 再後來一點 就有Type Screen 但是說 算是現在活得還不錯的 這從 這個 我的爸爸 大力加持 加上這個 Andu的陣營 這個 從Andu2之後 整個就是大力支持Type Screen 那順帶一提 這個Vue的這個Fending 我們也會 跟這個Type Screen 做相當大的結合 這樣 那 但是我個人是覺得 還 還 還蠻值得投資的啦 很值得投資 他從這個 C Shop這邊 借來蠻多東西 但主要 主要最大的特性 就是他的強行力 強行力 跟語言 這個類型可以到 等等 好 再來是架構的借鑑 我發現我可能會講太快 沒關係 等下多了時間 就要聊別的 好 這個 現在大家在講MVC MVC 可能會覺得MVC 是一個很新的東西 以前這樣來講的話 那 但是最早期軟體 這樣會不會變成MVC 其實在1978年的 small talk 正中語言 就被提出來了 就被提出來了 那前多人MVC 大概是什麼 大概是 可能 2010年 那個時候才有 前端MVC 這樣的概念 那 前端的MVC 最早 比較知名的 比較知名的 就是被動 被動 我不知道在場 有多少人 有使用過被動 而做開發 那 動動踩的 就真的就是MVC的概念 那 那時候的MVC 基本上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可以在 這個是 這個是 SERVER的MVC 跟前端的MVC 做一個對比 SERVER的MVC 我們應該可以很清楚的理解 就是 傳統 傳統我們在做網頁的時候 這個 我們就把MODEL 就是反正就是放在一個 控制 放在力量 管理 然後這個SERVER的 它會去控制你的路由 等等的 然後你 就大概就是控制你的V 那 前端的MVC 跟後端的MVC 我們說前後端 當前端都分離之後 後端的MVC 的那個V 其實就代表了 前端MVC的程度 其實就代表了前端MVC的程度 所以這個V 這個V 畫面上 上面 黃色這個V呢 它 轉成前端的之後 那再前端的這個MV 它可以再 獨立切分成 屬於前端MVC 好 那當然 我們在講 前端MVC的時候 我們當然就會提到什麼 提到 資料的管理 對不對 那 以及這一個 路 路要怎麼跟資料 都做得同步 不過那時候後來的事情 所以那個 使用燈光解決的問題 是什麼 是 它把 原本在後端做的路由管理 這件事情 拉到前端來做 拉到前端來做 那時候前端 的標準有 早期我們 沒有HAPI的時候 我們是用什麼 我們是用這個HASH 緊字號 緊字號 加上你的ID 然後來代表說 我今天我要提到 買業 買的狀態等等 那後來這一個 這個HAPI 他提供了這個Push data Push data 之後呢 他就可以做到說 如果今天我就可以 純粹透過前端 我就可以在 前端這邊管理什麼 管理網址跟狀態 管理網址跟狀態 這樣 那這個時候 NVC 他只做到這件事情 他還沒有做到 我們後來 所謂Angl 跟這個 UrA的 他做到這一個 資料跟畫面同步的 這件事情 在被動這個事情 我們前端還是要 手動來梳理 OK 所以我剛才劇透了 所以後來的 這個Angl Angl的這件事 E 我認為它是真的把 這個前端的FVVM 外洋光大的一個工具 雖然說他現在不掉了 我們今天講的是E 雖然我們都不知道 他在後來的幾年 被泡人產 尤其留意的出來之後 但是我們不可以 抹黑他的貢獻 在這個 Angl 1出來之後 他做到什麼 他做到這個 資料的雙向綁定 雙向綁定 他可以成功的 完成了我們所謂 MVVN的架構 這MVVN的架構 其實是從 這個Horwin C Sharp 他有個叫做什麼 打DF之類的 方向 進進來 OK 那這個時候 這一個 Angl 也就是 那時候就看到這個 就擺不夠 我就相信他 那誰知道 我也不相信這樣 好 不啦 沒關係 所以在那個時候 他做到一件事情 就是 我把資料 跟畫面的同步 做到的統一 雖然笑得很糟糕 雖然笑得很糟糕 我們都知道他是用章檢查 對不對 所以後來這個 Rater出來之後 做爆了這件事情 好 沒關係 從 研製在 那個時期開始 MPVN 成為了 前跟空架的組合 MPVN 成為前跟空架的組合 那這張圖書 從這個 MUZENS的 這個官網 上面卡起來 那你會看到 他做到什麼事情 他真正做到說 他把這個model 也就是我們 資料存放的地方 跟這一個view 也就是我們這個頁 最後這個畫面 那 中間這個綠色的盒子 就是我們 前輪框架做的事情 他怎麼樣 他就會做到說 我怎麼樣去把 這一個資料 還有這個畫面 去做同步 去做同步 早期我相信在座 應該所有人 都用過這顆零 沒有用過這顆零嗎 都用過 這顆零 好 早期我們 如果想要用這顆零 做到資料同步 這件事情 大家應該知道 有多累 有多累 我今天 我有一個 testbox 然後我有 一個按鈕 應該也不是 我有一個標題好了 我有一個標題 我今天我想要在這個 testbox 我輸入的當下 我的標題 要跟我的輸入框做同步 這件事情 你就必須要準備什麼 你要必須要準備一個面數 來損你的這個資料碼 然後呢 你要為這個輸入框 處綁定這個優惡事件 最後你再寫回去 這還只是只有一個標題 對一個 這個testbox的情況 當你的標題 你要同步的地方變多了 你的testbox變多了 你要花多少力氣 去恢復你的網頁跟資料的狀態 所以 為什麼MVPN 空架會空起來 不是沒有道理 OK 之前講到MVPN之後 我們就要來談談 狀態的這個傳遞跟管理 OK 我相信目前主流的前端空架 以Component為主的啦 我基本上 雖然這個是之前 我是在Viu的設計裡面用的 那我相信其他方向應該也都使用 基本上我們會是一個樹狀的結構 組元件 它底下會有幾個子元件 然後最後長出來 我們可以叫它叫做Component Tree 跟以前的這個Dont Tree 其實是類似的概念喔 那在Viu裡面呢 它傳遞的方式是什麼 它傳遞資料的方式就是說 我從附層透過Probes Probes 把這一個資料傳遞給子層 傳遞給子層 那這個子層呢 它是沒有辦法寫回去的 它是沒有辦法寫回去的 所以它是必須要透過什麼 它必須要透過發生一個事件 事件 傳遞到附層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會發現到說 喔好 那所以我的附層傳遞嘛 既然我沒有辦法寫回去的話 我就是 喔這一個 我從上面傳下來 是透過的這一個Pulse 從上面傳下來Pulse 然後我今天呢 我從下面要更新上去 我是透過Event Event打 所以呢 這個時候遇到的第一個問題是 當我今天我最左邊這個 這個訪波呢 比較去跟最右邊這個訪波 溝通的時候 怎麼辦 怎麼辦 在早期沒有Pulse 比大時 這個Revent 他還遇到一樣這樣的問題 怎麼辦 怎麼辦 我有一件這個 悄悄話 比如說喔這個三個 三代就孫子嘛 我的這一個 最小的這一個 要跟他的這個唐兄弟講話 結果搞到他阿公都知道 大概就是這種感覺 所以後來在 譬如這邊 他解決的方案是什麼 他說過Event bus 那這個Event bus 就有點像是 這一個 呃 所謂的 一個 公布欄吧 喔 就是我把資料寫在這個開板上面 然後呢 想要看的人自己去看 就可以看到 這樣 那這有點像是 我們早期在這個 沒有MVP的空間的時候 大家都要做資料管理 會什麼管理 早期為什麼做 早期也許你 後端回來的資料 那時候後端欄子開ADI 他就是說 我可不可以開一個 Event的欄位 開Hidden給你 然後你去Hidden裡面拿 早期我們現在 早期我們是這樣做的 後端不想做ADI的時候 他就會給你塞 在頁面上面給你塞一個 Hidden的這個頁目的 藏在頁面上 你就說 我知道都藏在那邊 你就是裡面拿 他在後來 在後來 在後來 在後來前端自己把這套撥下來 但是呢 兩個不同的人開發 在同一個頁面 兩個不同的模組開發 他就說 我開一個選運變數給你 你就去那邊拿好了 選運變數 我相信會校的應該都會 都有開過選運變數 做這些事情 那 EventBus 好像比較像是一個 特殊的選運變數 它比較像是一個特殊的選運變數 它比較像是一個特殊的選運變數 那這個東西啊 這個東西 它其實是一個物件 它就是限制說 我今天我傳遞資料的 這個 傳遞法 它去發送一個視線 給這個EventBus 那這個EventBus 有可能會有好幾個 component是怎麼樣 去訂閱這些 EventBus的事件 那所以說 當我的這個發送者 也就是Compone 他發送了這個事件 給EventBus之後 那其他的 其他也是訂閱那個事件的 組件 我們說Compone 他就會去收到 就會去收到這個事件 然後去做對應該做的事情 對應該做的事情 所以早期我們 傳遞資料的 是數狀 是數狀 後來呢 通了EventBus之後 我們開始變成了 變成網狀 變成網狀 今天我只透過一層而已 我不需要說 我今天從最左邊走到最右邊 我要繞一大圈 搞到請進案就知道 好 那這個就是EventBus的概念 OK 除了EventBus的真影 後來也提出了 Bus跟Dedus 其實都是類似像這樣子的管理 其實他們的概念都類似 其實他們把它做成的就是 更有這個 更有這個 要求 更高層化的集結 那當然在Vue正義裡面 它也有類似的叫做VueS VueS 這樣子的資料管理 它就是說 我今天我把這個資料統一放在 這個State裡面去 去管理 這樣 那我今天我的Action 我會去跟後段去溝通 所以我的Action裡面 對資料的處理 它可以是什麼 它可以是非同步的 它可以是非同步的 但我今天從這個Action 拿到資料之後呢 我今天我必須要透過這個Action 把我的資料統一送到我的State裡面去 我會送到State裡面去 所以從Action到State這一段 它是同步的 它是同步的 所以最後我可以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來確保我的這個State 是什麼時候被改變的 因為在早期 早期沒有這樣子做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說 雖然說我的這個資料 跟我的 我們說MVPM 我們的資料 跟這個畫面 它其實已經拆了很乾淨 但是它可以做到同步 但是 分析的效率很差 變得是 我們不知道 我沒有辦法去追蹤我的 這個資料 是什麼時候被登記 是什麼時候被登記 所以你會發現 開始一切字一概越多 先字一概越多 好 講完前端框架的發展之後 最後我們來看看 前端的這個工程畫的部分 OK 前端工程畫 自從我們有了NodeZS之後 當然就是 你會發現到說 前端的絕集很大的部分 都是從NodeZ開始 以前啊 我們在做前端的工畫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要做打包 過去可能會交給後端住嗎 我們會告訴他說 欸我今天就擠直JS 然後放到我們這個 後端的這個引擎之後 然後他去幫我們做打包 那在前端呢 前端的之後 後端就是說 欸我今天我想要去做 有可變的壓縮優化 可變的壓縮優化 可變的壓縮優化 我在發布之前 開發的時候 在發布之前 你要去做可變的壓縮優化 然後程式DACON打包 等等的 那這些工具 這些工具 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 所以早期你會看到 比如說像是這個 Gaulk或者是Ground 他就是專門在固責這些事情 再來 再來比較後來一點的 有這個Glossify Glossify 然後有這個Webpack 跟這個RowUp 等等的 那當然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比較主流是這個Webpack 比較主流是Webpack 再幫我們去做什麼 程式的模組化 打包 還有工具工具 比如說以前在做模組化的時候 當然 你可能會有些人聽過什麼 CMD AMD JS 等這些東西 那自從ES16出來之後 其實這些東西我覺得 差不多都可以丟掉了 因為ES16之後 你開始有了這個 Inport MySport 等等的東西 我們就可以直接用原生 加上Bagel 它就可以幫我們很方便的 做掉這些東西 對 那早期這些東西 還沒有之後 其實是會過一些 第三方的工具來幫我們做 然後去Segging 這個東西 大概 我記得好像是 Webpack 好像也是從 第四版開始有了 第四版開始有了 然後 這個東西就是 Segging 那個概念 我不知道再做 有多少人聽過 聽過 可以進個什麼 有一些人 OK Segging 這個東西其實是 它幫助我們在 前端打包的時候 它可以去做一些 就是不必要程式碼的 減少 減少 比如說我們今天從這個 JKW拿到一大包東西 但JKW裡面 有很多模組 比如說 動的操作 然後MJS等等的 然後動畫等等的 那不一定每個我們都會用到 可是傳統我打包 就是 傳統我打包 就是整包JS拿過來 然後我整包就幫你 拋成一包送出去 所以你的JS可能會超級大一包 那全球充滿 那全球充滿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 我今天 我有好幾個JS 的模組 每個JS都是單獨的模組 當我今天 我有這個 MAT.JS 我有Eco進去的時候 在等我真的有用到 如果沒有就是沒有用到 那時候 我bundle出來的時候 就是把我用到的bundle起來 把我用到的bundle起來 很合理嘛 那假設說 欸我今天 這一個FOO跟這個VR 這兩個元素都沒有用到 都沒有用到 這個時候 在打包的時候 崔兄弟就會 欸他就很聰明 幫我們什麼都沒有了 再看這上面的頁喔 比如說 欸用到 我有去空 我有去訂閱這個FOO這個 function 然後我去訂閱這個bundle 這個頁柱 然後呢 當我今天 我的MAT.JS裡面 有去呼叫到 有去使用到 這兩個出來的東西的時候 所以我的FOO的JS 他會同時 擁有這三個JS的內容 他同時擁有這三個JS的內容 OK 但是 當我的這個MAT.JS 他把它注意起來的時候 發現 你這兩個東西 都只有選擇 但是沒有去使用到 所以在打包的時候 他就很聰明的 就什麼都沒有 就好像我們在咬那個樹葉 打包的時候 就咬掉昆掉的樹葉 那最後就只留下 他有沒有到的地方 那這樣子有什麼好處 他會讓你的層次碼 變得更少 變得更少 OK 所以你會看到 前端的發展 雖然說我們 那種還說 前端六個月 就要重新入門一次 那到底 為什麼會有 這麼多的新東西 需要學 其實是 他有他的歷史的脈絡 那當然 我們可以從這些歷史的發展 去了解到說 喔 我們今天再去 新的技術的時候 應該要面對的態度 我們 甚至 這樣我們可以知道說 過去是怎麼會來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那未來 我們還必須要把 這個技能點 把時間 投資在哪些 值得投資在技術上 好 所以 所以呢 其實我發現到 滿多朋友 會跟我詢問 或者說 在前端社團詢問 前端框架 這麼多 我到底 應該要到哪裏走 其實 我也覺得 各位 如果在挑選 工具有過難的時候 我覺得 第一件事情 你要先釐清 這份工具 到底在做什麼用的 這很重要 這份工具 難 做什麼用的 比如說像畫圖表 你可能會想到 i-shart i-shart D3J 我們不可能會拿J柜 來畫圖表 那就是在自己 對不對 所以 第一 第一步的認識非常重要 那再來 我們才去分析說 到底 哪一個 這麼多工具裡面 哪一個適合物 哪一個適合物 或者說 當你今天都不知道的時候 像我們團隊是這樣 我們團隊會拿幾個 活動案 不重要的活動案 比如說開發 三天上限一禮拜 就下掉那一種 也不用維護嘛 因為反正重點就是 你趕快伸出來 伸出來 上限 上限打個粉末 粉末完之後就下掉了 像這種 就可以拿來做練平 很適合 那當然你要 就保說 這個行銷不會掉腳 因為行銷 給你的開發時間 通常不會太長 對 好 你會發現到 所有的新的技術 它的背後 都會有個難解的問題 所以說我們說 技術也許會分析 但是那些問題都還在 問題都還在 你會發現新的技術 都是怎麼樣 都是圍繞著問題 才能出來的 都是圍繞著問題 才能出來的 都是圍繞著問題 才能出來的 好 好 最後要跟各位聊一下 質疑來的東西了 所以呢 成為一個 甚至前端工程師之前 你得先是一個 可以解決問題的本領 就是 我常常會聽到就是 有人說啊 這個應該是前端座 還是後端座 然後 反正不管我的事 就趕快撇決 就是都會亂做 其實有時候 沒有必要啦 我是覺得說 當你今天你可以去 願意跨組到 其他領域 去了解 其他領域 在做些什麼的時候 我相信 各位的價值 因為大家不可能 當前端工程師 當一輩子 我們都知道 在整個 軟體開發的生態的時候 前端工程師 可能只是一個 專業的分工 滯後的一個小物 但是當你今天你的質疑 你覺得你的前端工程師 你要做多久 你可能做了第一年 你可能是在寫頁面 可能是在寫頁面 可能是在寫一些簡單的 動態特教 然後做到第三年的時候呢 你可能會被要求 你要做一些模組 這樣 那到第四年 第五年之後呢 你還要 你總是需要有個 進步的方向 對不對 總是需要有個進步的方向 當然你可能會想說 那你可以轉婚禮值 是一個 那如果說你今天想要去當一個 走在前端工程師 你必須要了解 多少這些東西 這都是一個進步的方向 當然不是說 我今天我就做了 甘心 做了在前端工程裡面 當一個頁面宅 那我切頁面切一輩子這樣 但是現在 你就發現很多軟體 又來又可以幫你做出 這些簡單的頁面 那那個飯碗是不是就不保 對不對 所以我認為就是 前端工程師 你可能會想說 我們一開始 畢業的時候 第一個就是 我要當前端 我覺得有這樣子的方向很好 但是 你是不是要當一輩子的新歌 千萬不要被這個台頭 局限了你的眼界的能力 這很重要 好 最後 廣告 6.js 台灣 這個網址非常好記 6.p 如果大家對 6.js 台灣社群有興趣的話 那我歡迎大家可以 就是加入這樣 那當然 在這個10月 9月跟10月 JSDC 他們有舉辦 另外一個conference 這樣 9月的票目也是滿的 所以各位可以參加10月的年會 10月的年會 這樣 好 接下來 應該有點時間可以提問一個 好 那我們接下來開放 提問 幾張 嗯 大家都知道 VVD 它是用Tablet的Slog標籤來寫單一件事件 是嗎 嗯 而且VVD的官方文章裡面 我們在Slog章節也說 可以看作自己是一個Web Covenant的實現 嗯 有這樣已經晃了 然後 那 您覺得 如果VVD怎麼去擁抱Web Covenant的一個新標準 因為它現在已經是非壓 就是通選發布版的這個階段 馬上就要正式發布 您覺得VVD怎麼結合 嗯 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現在所有的錢跟方架 基本上 都還 沒有辦法取代所謂的這個Web Covenant 的標準 因為你會發現 其實他們之間 嗯 雖然說 錢跟方架裡面有蠻多 是從這個標準裡面借鑑來的東西 比如說 像是Custle Airmen 然後這些東西 但是你會發現 欸 就這種感覺其實 會 比較讓我覺得是 像是 我們以前在做所謂的這個 Compensize CMD AMD 它各自做自己的 每個方架各自做自己的 但是當標準出來的時候 其實你會發現 之前做的那些 第三方做的那些東西 完全沒有辦法取代標準 而且現在標準其實它還沒有真正的完全確定 幾乎可以確定 因為是Custle Airmen 不確定好 嗯 對 但是如果說 如果說標準跟框架跟差很多時候 其實 我認為說 它 框架本身 面臨的第一個挑戰是 跟過去的相同性 對 我覺得這個是 View裡面 這個工具 它必須要去面臨的問題 對 因為標準 既然標準如果說標準已經確定的話 那 當然我們的前任框架 當然它的目標就很明確 我今天就是要最初標準 如果 當我今天跟標準多接太多的時候 我這一個工具 這個框架 肯定是會被捨去的 對 對 對 然後 打一個廣告 3點半 202 然後 大家繼續看 我們看什麼 3 302 幾點 202 好 202 3點半 來 202 3點半 好 還有沒有問題 關於前端什麼都可以問 或者說其實跟前端沒有關係 也可以問 都可以 請說 對 幾年 蛇 次 雙人 是 是 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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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以後潛大功能就是會不會慢慢變成 因為我們在小班 然後後半的那個 新加工應該慢慢可以設置 開一點時間 那會不會到最後潛大功能 說實在會慢慢更新 我相信肯定會啊 只是你會發現到其實技術一直都是這樣 就是分久必合就必分 那當然就是像我們現在 在早期的前後輪分離 你就會發現它是依照瀏覽器的這一個 比如說我們是用 HNLCSS跟JOSQUARE以及 後輪的語言去做分開嗎 但是你會發現到 當前端發現它 JOSQUARE不止可以 運行在這個瀏覽器裡面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越來越往後輪就跨 甚至我認為 其實像現在我們所謂的這個 Middleware其實都已經把 某些部分的後輪給吃起來了 所以我認為說 當然這是一個趨勢 但未來會怎麼發展還沒有人敢肯定 對 但我認為說前端工程師他的 當然你要說 因為我們前端工程師他的這一個 你要說他的這個價值覺醒 當然他相對的 他要擔任的責任就會越來越低 就會越來越低 就會越來越低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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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說 你有3.0的Functional API 你有3.0的Functional API Functional API 基本上我個人是蠻期待的 對啊 在 我記得大概在兩週之前 我在Line那邊 就是Line台灣 然後我舉辦一個聚會 然後我又把那一個 分片分享到 因為這是台灣的社團裡面 對 那時候我特別寫了一篇文章 跟一個分片 再講3.0的Functional API 這件事情 對 那他確實 因為過去我們在做 某些邏輯的複用的時候 做reuse的時候 那我們其實用了蠻多的 missing 那 但missing 泡進去之後用多 你就會發現 會有一些他自己信念的問題 比如說你的來源不好 就會衝刺 對對對 那這些東西 其實在Functional API 其實都有相當程度的解決 所以我個人還蠻期待 這樣子的經驗之外 而且 例如他在官方 他也就是 你知道就是 在RFC大戰之後 就是 他也 就是 他也提出了承諾說 我們這裡是 從2.0 從2到3的這個改版 他不會有任何 Bringing Change 也就是說 他是完全像這樣 所以就 這個新特性 我個人是還蠻期待的 怎麼說 想問就是 其實 會有人說 像一個 我們比較適合 開發事業 因為我們要複雜的大型工程 那對我們 就是開發 相對比較 只擔心的 那麼實質 那這個是 網路上討論 那你在實際工作上 會不會也面臨到 這樣子 開發後 在實際的開發 因為當然我們 在看 方向的選擇的時候 除了說 你看人家說 他適合這個大型 或適合小型的 當然他都有他自己 各自的理由在 可是我們在考慮一個技術的時候 我們要考慮的是 團隊對這個技術的節奏程度 因為畢竟你的專案 不會只有你一個台方 如果只有你的話 那你高興接受 就是這麼就好了 那所以說 當然你如果今天 你是由後端主導專案的話 他們會很喜歡 用那個 尤其 如果後端是 SB拿內的 他們本來寫C教育 然後你就要先改寫 這個 開始 都一樣 對 他們就覺得很容易 很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說你平常是寫這個 呃 純摘子的 尤其是 那些從 以前從 JQS帶出來的 或是從M01S帶出來的 你叫他 突然跑去看 Hug School 他可能一時之間 沒有辦法完全吸收 對 那這個時候也許 用View就更適合他 對 所以說有時候 在考慮技術的時候 嗯 幻毛是一個 對 然後當然就是 上手程度啊 以及團隊的接受程度 那這些都是我們需要考慮的 那不好意思 就是 我們 那個 很感謝很多 有分享 還有就是 如果公司還有 如果比較保溫的話 你應該會做在 裡面 你應該去 好好保溫這樣 那我們現在有一層 裡面是 兩邊 好